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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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将20万买房钱放床底 3年涨满没白还发2抽 蛤 我的钱 不可以放这里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我就不能不 compromise 字幕志愿者 他们来得看 继续S Des 真的好多钱 最近ABC 应酿XD 如果听着好像出现财务状况 PIDM Sorry 我想問蝦紅 萬一銀行倒閉或者銀行不行了 這樣我裡面的存款怎麼辦 你看蝦會不會贏啦 不用擔心 冷靜點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你有聽說過PIDM嗎 蛤?PIDM? 沒有耶 PIDM是做什麼的 那PIDM是一家政府機構 如果你銀行真的不幸倒閉了 它能夠保障你的存款高達25萬令吉 這個保障是自動的 不需要申請不需要付費 自動的? 不用申請也不用付費 那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你不需要申請不需要付費 當你在銀行開設一個存款戶頭的時候 你的儲蓄就自動獲得PIDM保障了 喔 這樣哪一家銀行的存款 可以獲得PIDM的保障咧? 收到PIDM保障的銀行 包括股內外銀行 你可以上到PIDM的網站去查詢 哪些是成員銀行 又或者可以留意你的銀行 是否有PIDM的會員級標誌 讓我們來總結一下 哪些存款是獲得PIDM保障呢? 儲蓄戶頭 來往戶頭 定期和外幣存款 哪些存款不獲PIDM保障 投資戶頭 單位信託 股票及股份 與黃金相關的投資產品 要怎麼獲得這個保障呢? 記得喔 PIDM的保障是自動的 你不需要申請也不需要付費 一旦銀行不幸倒閉 PIDM會根據銀行紀錄 償還你的存款高達25萬令吉 PIDM是你最好的消防員 在危機發生前做好預防準備 危難發生時挺身救急 有PIDM有保障